念佛三昧怎么个修法了 发菩提心意向专念 那么阿弥陀佛 就是念佛三昧的修法 就是执众的本的修法 我们今天念佛的心不切 人家不认识 不知道这个佛号有这么大的好处 这一句佛号能化解 这个社会的动乱 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 没人相信啊 这一句佛号能解除自己的病苦 没人相信啊 宗教里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信者得救啊 那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 他就不灵了 不是佛号灵不灵 那个没关系 问你的心灵不灵 你的心要灵了 佛号就灵了 心要不相信了 佛号就不灵了 灵根不灵在自己 所以对认知是多么重要 学佛的人很多啊 认识释迦牟尼佛的人有几个 你对释迦牟尼佛一无所知 你对佛教能够怀疑吗 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算是非常非常幸运 我遇到的老师 他们教导我的 首先认识释迦牟尼佛 我跟张家大师 第一天 他就把释迦牟尼佛 我介绍给我 你要想学佛 先要认识他 叫我去找释迦谱 释迦方志 找这两种书看 这两种书 当时市面上买不到 没有流通的 只有到寺庙里面去 找大藏经 好在这两本都分量不多 把它抄出来呀 我那时候抄金 一天利用星期天的时间 一天大概可以抄一万多次 新年代 你看六十年 一人杀手 进步多快呀 六十年前 签字拍板 今天是电脑做版了 印刷的技术 比以前高太多了 方便太多了 成本降低了 现在居然 我想买一部 似乎迅速 书店就能单独为你印一部 技术到这种程度 以前至少要印一千步 他才能收回成本 才能赚钱呢 现在不需要 你要一套 印一套给你 要两套 印两套给你 多了 释述 释迦普之后 才知道 释迦牟尼佛是人 不是神 也不是心 什么样的人 聪明 耗虚 我们今天想 知识分子 热爱知识 十九岁 离开家 出去 参许 寻思放盗 当时印度 宗教哲学 可是世界之冠 他全都参访了 一个都不漏 十二年 结束 没地方再学了 问题 没解决 印度人的学术 没有一个不重视禅经 宗教重视禅经 是禅修 学术界也重视禅修 禅定当中 能够突破空间维持 能够恢复局部的本能 佛经上讲的四场八定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发明的 古佛洛门教 他们传下来的 佛洛门教的历史 我跟他们有往来 他们的长老告诉我 他们有一万三千多年的历史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中国文化 至少也有一万三千年历史 只是上古时代 没有发明文字 没有记载 完全是可传 身心 研教 没文字 印度 也如是 从四川八定里面 看到六道轮回 上面能看到二十八层天 下面能看到阿贝迪 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 这不是迷信 可是要问 这六道从哪来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以外 还有没有世界 没人能解答 宗教没法解答 学术界也没法解答 大家都误会了 把四川天 四空天 当作大半裂盘 大半裂盘 不生不灭 认为那个境界 是不生不灭 那是很深的定空 几乎所有一切都停止了 都不动 是那么样一个境界 粗的念头 扶住了 细念在流转 他自己不知道 以为自己念头没有了 极其威胁的念头 在流转 所以释迦牟尼佛 把参学 高一个段路 放下了 十二年所学的东西 正是放下 在菩提树下 入更深的城堂 这一下才突破路 不但突破了六道 同时突破了十八戒 就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所讲的 大车大悟 明心坚心 坚心臣服 这才震吐 究竟越满 问题解决了 六道从哪来的 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六道 也明白了 六道之外 海阔天空啊 无量无边的诸佛插图啊 化脏世界被他看到了 世界的源起 也被他看到了 出了丁之后 开始教育 那一年 释迦牟尼佛三十岁 七十九岁 源起的 教育四十九年 方氏呢 私俗教育 是中国传统那种私处的方法 孔子孟子都是这个方法 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方法 佛将经教学 真的是身形眼角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做出榜样 给大家看 日常生活 把它记录下来 就变成戒律 戒律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老人家一生 他的行义 他做到了 他说明白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到 做不到 谁相信他 你看他的事情 先做到 然后再跟你讲 你不能不相信他 你不能不相信他 感谢观看